接著我們要上的叫眼睛的調焦 人在看遠霧的時候 我們水晶體會變得比較瘦長 比較瘦長,比較焦距比較長 我們前面學過了 我們學過了,東西如果太遠 怎麼樣它能夠成像在該成像的地方 可以縮短相距啊 縮短物距啊,增加焦距啊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焦距變長 為什麼是動這個 人的眼睛沒有辦法像照上去一樣 可以伸出去就縮回來啊 你眼睛那麼大 就不可能變動會這樣子拉長縮短啊 所以人的眼睛沒有辦法去控制那個相距 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看東西的時候正常的情況下 人當然有可能 東西太近你可以把東西移來移去是可以的 可是一般而言你不會這樣做 你就是所以調自己的眼睛 所以我們焦距要變長 看遠霧焦距要變長 到外看靜霧焦距要怎樣 變短,讓它變得比較肥厚一點 就是這邊前面講過的 東西太近的話 成像太後面怎麼辦 然後增加所謂的相距 增加所謂的物距 或者是縮短所謂的焦距 我就是用縮短焦距方法來處理 因為人的眼睛不能夠伸縮 所以不可能用透過改變相距的方法 那麼一般我也不會去動要物距 當然可以 平常看出的話是可以移近或者是移遠 可是你要看遠處的東西的時候 什麼東西平常不會這樣做 所以把它變得比較短一點 就是我們正常會這樣子做 正常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看遠物隨你變瘦長焦距比較長 看靜霧變得肥厚就會比較短 目的就是要讓我們的成像都落在哪裡呢 室網膜上面 就是我有清楚的成像 OK 就是我們這樣做的 這是正常人就這樣處理 但是萬一你有一點問題你調不了呢 你怎麼樣調都調不清楚了 你看遠物的時候實在是怎麼看都沒有辦法 你之後怎麼辦 太遠怎麼辦 看書覺得書這樣太遠看不清楚怎麼辦 就把它移近一點嘛 你就非要移近一點 你要移近才能看得到什麼眼 你得了近視眼 你得了近視眼 你要非要把那個物距縮短不可 要縮回來 讓它看得清楚 表示你得了近視眼 反過來 如果你怎麼調都調不好 你非要把它拿遠一點才看得到怎麼辦 要得到什麼眼 就得到所謂的遠視眼 就得到遠視眼 好 還有一種眼我們沒有特別叫做老花眼 老花眼跟遠視眼的原因 基本上差不多 只不過它是因為人老了 所以東西很會 人老都是會鬆弛對不對 所以你的水晶裡變鬆弛了 變得比較扁平了 所以比較適合看什麼物 看遠物 比較適合看遠物 所以要把它離遠一點 所以呢 我就要把它拿遠一點看 我才能看得清楚 所以要得到遠視眼 所以要得到遠視眼 所以 遠視眼就是只能夠看清楚遠物 看不清楚近物的毛病 表示你的是眼球太短了 別人成像正常 結果你成像還在他後面 所以把它拿遠才會移到前面來 或者是趨立太平了 你的焦距太長了 焦距太長 焦距太長 所以它等於太靠近焦點了 所以成像太後面 所以把它拿遠 你看得到 所以成像在四網膜的後面 像這樣 成像在四網膜的後面 成像在後面 上面那個圖 成像在後面 成像在後面 所以呢 這表示你的匯聚太早還是太晚 太晚 太晚匯聚了嘛 表示你太晚才匯聚了 所以我們太晚才匯聚 我們前面講過了 你要調焦 你是要焦距長 比較適合看遠物啊 所以你就太長嘛 太長 所以你現在就是不確定 不正常 所以你就變成像太後面 就看不清楚 這表示你成像實在太慢了 聚焦太晚了 所以我要幫助你聚焦嘛 所以我戴什麼 凸透鏡 我就戴凸透鏡矯正 你的成像太後面 表示你匯聚太晚了 所以我要幫你匯聚 所以我用凸透鏡來幫你匯聚 所以遠視野的人要戴什麼透鏡 凸透鏡 遠視野的人要戴什麼透鏡 遠視野的人要戴什麼透鏡 各位遠視野的人很少 他們都近視野 我有見過學生是遠視野的人 他就是 鏡子就是跟大家不一樣 是凸透鏡的 就凸透鏡的 OK 好 這次 遠視野 只能適合看遠物 看不清楚近物 倒過來 什麼是近視野 什麼是近視野 就是 他只適合看什麼 近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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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看近的東西 看不了遠的東西 只能看近的東西 他成像太前面 所以應該把他靠近 他才buck 都要視網膜上 東西越靠近 像會越後退 我們講過對不對 所以他要buck才可以 所以他就是因為你的眼球過長 別人很正常 對你而言他太前面 所以有一些人近視野 他眼睛覺得很凸有沒有 因為他眼球比較長 感覺他眼睛比較凸出來一點 比較凸一點 或者是去過太肥厚了 焦距太短了 所以等於是你離焦點太遠了 太遠了 所以他就成像太前面 所以要往前移才可以 往前移才可以 才能夠這樣成像 所以我們前面也知道過了 如果你的焦距短 是比較適合看近物的 對不對 比較適合看近物的 所以你就太短了 所以就適合看近物 不適合看遠物 稍微遠一點 成像就會太前面了 所以就看不清楚了 成像太前面 表示會距太早還太晚 太早 所以不要有那麼早 要不然你今天怎麼辦 發散一下 誰可以發散 凹透鏡 所以我帶什麼透鏡 矯正 凹透鏡矯正 通常考就考這個 你要帶什麼透鏡矯正 凸透鏡還是凹透鏡 遠視眼要看凸透鏡矯正 近視眼要帶凹透鏡矯正 同學你們大部分都近視眼 你摸摸摸你就知道 你的鏡片中間比較怎樣 中間比較薄 所以什麼透鏡 凹透鏡 凹透鏡 所以是凹透鏡 OK 所以 什麼叫近視眼 什麼叫遠視眼 成像太早還是成像太晚 應該如何矯正 把這些事情了解 記清楚就可以了 OK 這就是大家講 近視眼 上面又是近視眼 成像太前面 所以東西要靠近 才能夠buck到後面的視網膜 因為會掉了 所以我帶個凹透鏡 下面那張圖凹透鏡 給你做矯正 讓你能夠落在視網膜上面 OK 那這個 這個人得什麼眼 要帶什麼鏡子矯正 這個人 這樣的成像 這樣的成像 他得了什麼眼 他要怎麼樣矯正 停車戰界問 No.6 6號 你選A 請坐 你答案你選A 這個人成像太早還太晚 太早 要正確你這樣怎麼辦 東西要靠近對不對 東西靠近像才會後退 然後才會落在視網膜上 所以呢 他東西要靠近才看得見 所以得什麼眼 近視眼 然後呢 因為他成像太早 所以要先幫你發散 所以要帶什麼鏡子 凹透鏡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的是誰 答案要選的是A 就這樣 很簡單 就靠這樣考而已 這什麼眼 帶什麼鏡 矯正 OK 有人問得嗎 沒有 很好 謝謝課堂練習